接下来是一起保险理赔争议 台东一名脱掉车司机不满去年出车祸之后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却一再被刁难 日前他就开着一辆报废车辆到保险公司堵住了出入口 以表示抗议 对此保险公司只有发声明表示说 这一切理赔都是依照规定来办理的 一辆红色收旅车停在保险公司大门口 让来上班的员工只能绕到进出 不过仔细看这台车板已经要线 车顶坍塌就连玻璃都没了 到底是如何出现在此的 原来是保险公司的保护 蓄意停放表达抗议 怒气冲冲的男子市民脱掉车司机 去年六月间开着自小客车发生车祸 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 并减负了相关证明文件 却遭到百般刁难 对方从头到尾不闻不问 理赔金额更是一变再变 一气之下才出此其招反制 之前给我答案说五十万 后面跟我讲二十万 后面说四十万 后面要赔五十万 结果现在呢 我估交单发票也给他们了 他们也看车也不看车 我们保险为什么还可以上去 资料证明着文件有来 我们就会帮你救 车主与保险公司人员各有立场 双方僵持不下 惊动警方到场关切 经过协调最终将车调离 只是这件理赔周分案一时半会 恐怕是无法完结 介绍家会台东市报道